中国历史上,除了现在的北京外,还有五个城市叫北京。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位于华北平原北部背靠燕山毗邻天津市和河北省,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七十万年前北京州口店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群部落北京人,死后成为纪燕等诸侯国的都城公园938年以来北京先后成为辽培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国都。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现在的北京外还有五个城市叫做北京。 你知道几个北京城?北京市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兜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 战国时期北京叫做燕都是燕国的首都两汉,为近唐代管北京叫做幽州北京成为国都后,还曾经叫过京城最有意思的是, 北京还曾叫过南京根据资料记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 建后南京又趁燕京作为辽的陪都,当时辽的首都在上京元朝时北京, 叫做大都明朝初期北京叫做北平真正给北京定名的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 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取得皇位后将他作延王室的, 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千府建北京城,并准备迁都成于此,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 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大明府,大明府这名是很响亮的熟悉宋朝历史, 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大明府的治所,就指在今河北省大明县的东南部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名城, 但是很少人知道这座城市,在宋朝的时候叫做北京根据资料记载宋朝共有四个京城, 分别是东京开封府,南京英千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明府。 太原是陕西省的省会城市唐朝的时候,这里也称为北京根据资料记载, 李渊喜兵返随前就是当的太原留守, 晋阳宫兼唐朝建立后设有五经六百九十年,唐以太原为北斗七百四十二年改, 北斗为北京开封开封也曾叫做北京根据资料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 三月朱元璋宫下开封改编梁,陆魏开封府, 以开封为北京洪武十一年1378,又撤销了开封北京称号并封武子朱素卫, 朱王镇守河南宁城县, 今朝时机内蒙古赤峰是宁城原位辽中京, 金国海陵王真元元年1153年改名北京内蒙古巴林左旗临东镇, 原位辽上京金西宗天倦元年1138年改名北京西宗常在此地避暑